嗨 各位的朋友們你們好 我無論你是紅豆綠豆大紅豆 我會指好你的青春痘 今天我們不來講痘痘 我其實今天是要來趁熱度的齁 就是之前太亞嘎去體驗了一個 我們正好我們診所裡面有的M-Sculpt 那他不是來我們診所裡面體驗的啦 發表他的體驗文之後呢 然後就被另外一個也是醫生的Youtuber 就是燦爛哥 稍微講一下這到底有沒有效 這裡面有很多的物理啊 還有科學還有醫療的知識 他並沒有被完完整整的傳遞 然後所以會導致民眾 不知道到底要聽誰的 我要先講 這個是一個醫美儀器 他不是用來健身的 他是要來做體驗的 所以請你不要在下面 就是說我今天我要增加肌肉 我就是要運動 那對你要增加肌肉 你就是要運動 可是這一台M-Sculpt 他其實是為了懶人 來做體驗雕塑 例如說我今天產後 想要增加一點的複製肌啊 或是我就是想要有一點點的人魚線 是為了這一些人 所以你今天你在運動 Go ahead 你就繼續運動 這個完完全全不是用來減重 完全也不是要讓你健康的 不是 他就是一個美容的機器 他不知道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 懶女人跟懶男人 這樣子 我們就是不去健身房的這一種 不是那一些真正健身的咖 來用的 因為這一台機器 絕對沒有辦法給你練到 好這個 其實這一些東西呢 他們都是用電 電會產生磁場 可以產生出一些功用 它會刺激肌肉的收縮 一個我們叫做EMS 然後另外一個俗稱叫做MS EMS就是 Electromyot stimulation 是電造成肌肉的刺激 然後另外一個MS呢 是magnetic stimulation 它是電磁場的刺激 它並不是myo stimulation 這兩個其實是截然不同的 一個是磁波 一個是電流 這其實不一樣 EMS呢 它的刺激 它是透過電流 去伸到我們的皮膚裡面 然後再刺激這個 神經 然後神經再去刺激肌肉去跳動 這個電流呢 它會快速的遞減 從表皮遞減 到它想要刺激的肌肉 或是神經 神經能量它就在組織的地方 它就耗損掉了 然後而產生痛 通常一般在做EMS的病人 或是民眾 他會覺得說其實會痛的 他會覺得那個刺激感是非常非常強的 EMS呢 就是例如說像EMScope 它其實它是一個高強度的磁場的刺激 所以它的這個磁波呢 它是magnetic field 它是一個環繞的嘛 正能跑到負能 負能又跑到正能 它可以這樣子循環的東西 所以它最深可以達到7公分 輕而易舉的 達到它想要contraction的位置 達到一個很好的收縮 麻煩黃醫師來貼這個EMS 有耶跳動 有在跳嗎呢 它黃醫師就是 就是 它是single就是幾個纖維在那邊跳動 跳跳跳跳 然後黃醫師之前也有 我們也有做過那個EMS 就是它 不舒服 哦 真的會不舒服 而且它有單點 因為在做EMScope的時候 它會在這個範圍 所以我覺得現在比較像是 有人在揍我的動作 最高了 超緊超緊 但是等一下最後放鬆的時候 你會很舒服 這個 這個應該有比較更明顯 這個如果100做 做滿5分鐘 真的會 真的會 很緊的哦 你可以看到它如果 它是在肚子上面呢 它是 你可以看到很激烈的 這種 整塊肌肉的收縮 好 這些機器它差別是非常大的 我們講Price Point好了 一個這樣子的 一個自己居家型的EMS 好4000多 這個是專業級復健科在用的EMS 舒緩肌肉痠痛啊 然後或是它有 任何一個比較疼痛的點啊 或是它想要增加 肌肉的強度 這一台機器也都可以 幫忙 這個 這個一般民眾是不可能 買在家裡的啦 那這台機器的 售價是多少錢 不可以說 哦好 就是 反正 醫療機器通常都是幾十萬 幾百萬起跳 EMScope呢 我購買的時候 它是600多萬 我不是笨蛋 消費者也不是笨蛋 為什麼會有人會想要買 我這個笨蛋會想要買 當然是有我這個道理在 因為有些女生 她其實是瘦的 她願意節食 她願意不吃 但是呢 她就是不願意去上健身房 去Sweat 然後去痛這樣子 因為要練肌肉嘛 就是不想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 這種機器當然 一定有它的市場 這也就是 為什麼 今天診所會購入這樣子 機器的 理由嘛 說真的啦 這個 為什麼 它一上次就買 就是因為它 國外行之有年了嘛 那其實很多醫生對它贊育有加 所以當然就買嘛 然後我們再回歸正題 就是它到底有沒有效這件事情 我們的腹直肌腹外血肌 它是受神經控制 那神經是從大腦來的嘛 然後經過我們的 spinal cord 我們spinal cord 從T6到T12 就是從後面這樣子 轉過來 所以它其實是這麼大的 一個範圍 你為了要刺激 這邊的肌肉跟神經 一個4000多塊的 它的探頭大概只有這樣子這麼大 那這個是更高級的 一個醫療級的EMS 那它的探頭也就只有這麼大 可是呢 如果是EMSculpt的話呢 它的探頭這麼大 所以今天兩顆 你放在肚子這邊 它能夠trigger到的 肌肉的素跟纖維 它能夠造成一個Tintanic的contraction 就是一個有效的一個收縮 一定是這樣子大的範圍的探頭 才能達到最有效的治療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講 就是關於能量功率的輸出 今天它是電視機 所以它已經是Different Class 我們就不講了 EMSculpt所產生出來的能量 它是1.8Tesla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1.8Tesla 因為在學校裡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真的沒有學過Tesla 這一個單位 但是呢 我剛剛去Google了一下 一個Tesla等於1萬的高斯 Gaussian 那這個Gaussian是什麼意思呢 我又去查了一下 高斯我大概就知道是什麼東西了 你知道我們用的微波爐 它其實是多少高斯而已嗎 微波爐它所使用的電磁廠 是700到2000毫高斯 毫高斯 剛剛講一個Tesla等於1萬個高斯 那一個高斯等於1千個毫高斯 所以一個微波爐 我們講最高的 它其實只有兩個高斯而已 所以這個東西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電磁波的一個能量在你的身上 所以才能造成 一個非常有效的肌肉的刺激 OK這個是非常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如果應用在醫療 這個Tesla的意思是什麼 例如說像 常聽到的MRI MRI也是用一個電磁波 去所產生出來的一個image 它是 兩個還是到三個的Tesla 所以這個就1.8了 大家會有這種迷思說 那這樣子這個東西是不是有 沒有 浮射線 這些都是不一樣的 這些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單位數 OK 浮射不等同Tesla OK 浮射有它自己的單位 OK 它們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 這個我就不是科學老師了 你們自己去Google 拜託 浮射是高 這個東西會不會產生 浮射 浮射是怎麼產生的 浮射是 透過一個高頻的電流 所產生出來的一個能量 這個是一個低頻的電磁波 它大概只有30到40的Hz 我們的手機呢 光是我們的手機 它是大概900到1000 1000多 我不知道 你可以下面幫我寫 所以你想想看 一個30跟1000多的 所以這一個產生出來的浮射 一定會大於這個東西 所以手機放遠一點 AmSculpt是安全的 低價機器跟高價機器 到底有什麼差別 機器本身的設定 有非常不一樣的設計 像這種東西 它就只有一個 當它放到皮膚上面刺激之後呢 它所炒製的刺激 它大概就只有一種 一直做Tontraction 這個是比較高價 就是一般診所會用的 它的強度是可以調整的 家裡自己買的 它的強度也就只有一種 意思就是說你再怎麼刺激 它就沒有效了 你會需要更高的頻率 或是更高的能量才能去刺激 可是一個高價位的設備呢 醫生他可以在自己調配 我要幾分鐘的收縮 然後幾分鐘的放鬆 因為放鬆就要把這些肌肉收縮嘛 它要把這些廢物排掉 然後再幾分鐘的收縮 再幾分鐘的放鬆 身體就比較不容易產生耐受 所以它可以有效的次數 治療的次數就可以拉長 太多太多的科普了 專醫師也非常的累了 所以take home message 就是OK EMS 跟 MS 不一樣的東西 它們本來就是不一樣的基種 那你說它可不可以刺激 增加肌肉纖維一定都是可以的 那哪一個比較厲害 當然是這個啊 就是這個好像你就是在compare 例如說賓利跟TOYOTA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我不知道它就是車子OK 就是車子但是它一樣嗎 它絕對不是一樣的車子OK 好以上是我科普 Emscope vs other EMS 的小小的見解 這真好累OK 好希望我錄這些教育短片 別人的like 還有share我的youtube channel bye bye 我覺得很像有人在揍我的肚子 但是這個 就是痛絕神經而已 想不到 沒辦法講話 哇哇哇哇 好了 我不想再玩下去 好 聽聽 其實它是店的 一個磁場的最大的不同 其實磁場它可以很深 像我在做 Nscope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是從 很裡面的地方 都會被刺激出來 可是像這種比較標淺的 因為電流它跟電阻有點關係 所以當你越深層的地方 你電阻會越多 所以它會越進不去 所以它只能留在 最標淺的那一層 它的熱能跟你的疼痛的纖維 會比較容易被誘發 那在深層的地方 它其實不太會去誘發到那一些 熱的部分跟那個疼痛的纖維 所以其實做Nscope的感覺 其實整體而已 那30分鐘是非常舒適的